好,歡迎大家收聽這個全新節目 其實已經是全新節目了,因為叫做101快閃 你看到我的公仔也不是叫101快閃 我叫做點子生意101快閃 但我覺得太長了,所以就這樣叫101快閃 首先在這裡多謝大肥,給我一個空間 我可以繼續在這裡說話 多謝Alex波做Remix 因為之前真的事很忙,要準備過來美國的事情 大家聽到以前的生意101快閃 其實我都很想過來美國 現在終於願望達成 也是我的性格,想了就做 我也不會想到後果,過了才算 或者解釋一下,今次的節目和以前的什麼不同 其實現在這個就叫101快閃 顧名思義就是說很多事情都發生 例如我看到一些很突發性的事情發生之後 我就會即刻做,可能會不定期出現 多點留意,訂閱星期一,或者不知道他那個人是巴掌台 還是星期一,這些交給台主 搞定了,都要多謝了,林飛之前 其實Tony,Johnny,Dilbert,區劉山,阿力,大肥 都跟我吃過一餐,很豐富 大肥就說,喂,你好賺錢 終於要賺錢 因為不能賺錢,其實賺錢就很慘 我很樂意做的,我也很開心 可以繼續開麥克風 因為來到這邊,其實相對 交際應酬沒那麼多 生活慢,節奏慢很多 可以慢慢做 希望做好一個節目 令到搜集多些資料 可以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意上 工作上 或者這裏美國生活的一些點滴 跟香港的比較 作為一個活在香港幾十年人 來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可以讓我重新思考一下一些事情 所以說明快閃 另外就是 不會說是做足一個小時 可能快閃突然想到一個題目就說了 有個好處的就是沒有那麼大壓力 因為以前一個星期 好像某一天就一定要交稿 即是交那些錄音 或者會很麻煩 另外之前也試過製作 找了一個網友一起錄 但是發覺那個效果 非常 我覺得我自己一般 還有製作需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所以最後我也是 算了 都是拿起手自己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101快閃 就是這樣說出來 第一個環節就說完了 其實這個環節就叫做大N步平安 就是 我就要告訴大家 究竟現在究竟去哪裡 其實我來了直谷這邊 直谷這邊就是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Silicon Wallet 我們叫做Silicon Wallet 就是做一些 以前就是做 多精龜的東西 你叫做高級 很厲害的 那就是Intel 主要都是 但是現在就不是的 現在這個多數都是軟件公司 如果我地區的地方 就是一個叫Fremont Fremont Fremont 其實就是三分四樓 下落 下落小小的 如果你看地圖的話 這個地方厲害了 就是以前你們手機 現在差不多貴一貴的 iPhone X 的母公司 就是Apple 那它在這裏發源 就 跟著才搬了去Copatino 而我這裏 更加有另一間巨企 就是Tesla 那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企業 當然啦 先說明先 平康不是我最愛來的 平康反而我是一個反平的人 那可能大家聽開 之前我101的資料 第一次跟你分析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或者我這樣 一次我去完他們總部那裏 探完一次 認認真真去看完一次之後 我回來有什麼感想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他們用了很多很多錢 建了一個喬佩斯大樓 那我也要去看一下 作為批評的一個人 我想我也要中肯一點 看多一點一點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那這個 我叫這個 有人叫做直谷 其實沒有很多人叫直谷 有很多人叫Bay Area 即是灣區 灣區 灣區這裏 即是一個灣區 有很多大企業 例如說 Facebook 那個什麼 Twitter Instagram Cisco Google 這些全部都在這邊 那你聽到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軟件 來到美國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是如魚得水 那你有聽過 我都知道 其實我是做軟件的 來到這裏 其實就可以 遇到一班 起碼 那個氛圍 都是一些 真的全部做軟件的人 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像香港那樣 你打的新聞 你會看到 這層樓炒了多少 那個什麼文化 剛剛有一個上市的什麼文 又說幾倍幾倍 我自己聽到其實很沮喪 沮喪做什麼呢 那些我參與 那些都不會參與 老實實 得罪你講一句 我不肖參與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聽開 有時候都會說這句 聽開 聽開的話 其實我是不喜歡炒賣的 我自己本身來說 我是真的喜歡做實業 喜歡做一些發明 創作 那些 所以我對那類的 我沒有好感 來到這裏 很開心 講個小台語話 都不是台語話 話說有個做房地產的一些 二代 我又不敢說 別人說 因為二世祖 可能他很好 做得很厲害 那那些第二代 就來到這個 Bair Area 一堆的卡片給人看 人家一看 喔! Property 馬上瞄到他爆 我說那些鬼 瞄到那個中國人 即是這卡片 噢! 是嗎? 即是敷衍了他 打發了他 這裏呢 如果你是一間小公司也好 幾塊錢也好 一個人家公司也好 只要你有idea 這裏的人會尊重你 會聽你說話 還有呢 相對被人抄的機會 沒有太高 即是被人抄的機會 沒有太高 因為這裏呢 對知識產權 還有對知識 是有一份尊重在那裏 那所以我便要過來這邊 可以聽 希望可以大拳拳腳 那 遲些再慢慢和你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那個 生活點滴 還有那個 例如說 你都要注意些什麽 還有這裏 找工作難不難 那些這樣 那所以呢 今天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小點滴 那首先呢 來到這裏呢 很多人都聽過 說過 美國沒有車 會死人 OK 那我真的可以跟你說 其實是真的 但是 我們小時候都說 聽到那些長輩說 美國啦 你沒有車啊 你會好像摸一隻腳那樣的 那是的 那始終香港呢 你下街買東西很方便 這裏呢 你真的要開車出去買的 你買賣很多回來 這個事實上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 而我現在講的 灣區這個地方呢 已經是方便的了 那你開車可能 五分鐘十分鐘 已經找到一個 車場啊 便利店啊 可以買到東西了 那 但是我可以這樣跟你說 其實這些生活的習慣問題 反過來 你叫我 在一個這麼擠擁的地方 那我都見到新聞 前幾天說 有個女孩子 旅行遊客來的 來到香港 站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交通燈那裏 被人 被巴士滾過一腳 好恐怖 可想知道 香港是多麼多人 反過來 你來到這裏呢 多見樹木 少見人 那其實會某程度上 令到人呢 是減壓了的 那還有呢 那這裏 那裏 再跟大家 再詳細深入些分析一下 講一下 這些房子 樓價 那這裏 大約這樣講 給大家知道 這裏你真是有希望 和 affordable 只要你拿到一個 叫社會保障number 社保number 即是 social number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有入息的話 有人工 有打工的話 如果有公司在這裏請你的話 其實你已經有一個 social number 以及一個叫 EDA的 number 那接著 你有人工的話 其實你買樓 造成 你做得一兩年 其實已經有舊首期 或者可以買一些很便宜的樓 那這裏呢 如果你說買一個 簡單點說 買一個1200呎 1900呎 1000呎 1000呎 那些叫condo 即是有些叫排屋 那 沒什麽巴幣 不是巴幣的 這裏 包上車位給你 包上一兩個車位給你 那這裏呢 如果你的區 不要找那麽瘋狂 炒區的話 那其實呢 講的是三百多萬都有 那如果你去美國的中部 20萬美金 即是160萬的 你給兩成首期 如果160萬首的話 即是給32萬首期 你就已經買到一個房子 在中部的地方 那 如果我們現在講的 Bay Area這裏呢 即是三藩市這裏呢 已經是瘋狂地貴的 在美國呢 除了曼克頓區 紐約的曼克頓區 就數到這裏了 是超級貴的 但是呢 怎麽說呢 起碼這裏 講到這麽貴的話 你要找一些相對來說 不要當炒的地方 如果香港的名校網 的話呢 其實講的都是三百多萬的 即是 都叫有些希望 是吧 給20%首期 你講的都是六十多萬首期 絕對是 即是 不會像香港那樣 你是沒有希望 那所以呢 有時候呢 我覺得 如果一個人沒有希望的話 其實心情都沒有那麽好 那 講回車先 那這裏呢 車又更便宜 怎麼說呢 拍位就不需要擔心的了 任何地方都拍得 只要是 不要說一些 不過除了三藩市 三藩市是行拍車的 那你去到我們這些地方 就在街上拍得了 除非你說遇到那些 兩個那個 路邊那裏 紅色 黃色 白色那些 白色可以拍得的 臨時停一停都可以的 那最好是沒有色那些 沒有色就拍得了 黃色是校包 我忘記了 我還沒有我還不熟習 那這裏考牌都 不是太難啦 那其實只要是 背屬五十條 那跟著考之後 那如果你香港有牌的話呢 那你其實你開開車的話 你這裏考不難 因為那些路比較闊 那還有這裏開車的人呢 禮貌很好 那 我有一個比較 大陸也好 我在大陸也好 我在大陸也生活過 在現在美國也生活過 那之前也來過很多次 那在香港就生活了這麼多年 那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如果有玩燈 例如說 你過馬路 那如果 我想說我 對人程車之間的互動 還有那個態度 駕駛車的態度 怎樣呢 在香港的話呢 首先 就是如果你的車 要轉右或者轉左都好 如果紅燈的話 你不能轉的 但是這裏呢 其實只要是沒有人 沒有車的話 你就可以過的 而其實大陸也是的 其實跟美國一樣 大陸也是的 如果你沒有人的話 轉右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左上右下 在右邊轉右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OK 當然要看有沒有車 沒有車沒有人 你會覺得的 當然有例外 如果有一個牌寫著 你不可以 如果是紅燈的話 你不轉的話 就不會 但大部分都是可以轉右 紅燈都可以轉的 而大陸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呢 我想上高 從來沒有車會讓過你的 因為呢 上高呢 是行人 是地底例來的 而這裏的話呢 行人是first priority 就是優先的 還有呢 例如說 你有一個停車場出來的話 如果你還沒走得出去的 車還沒駛得出去 有車被駛著的話 你是不可以擋住這條路的 行人是 如果你走過 是可以 瞄你 那當然啦 這裏呢 其實呢 香港已經是 我 就是說 那個on 就是那個喇叭呢 我想我都封了 我想都幾年了 沒有按過 這裏當然 更加不會按 這裏響on 是極沒有禮貌的 可能前面 隨時有個人拿一支槍出來 射你 就是極極不正 就是很emergency 才會按 當然跟大陸 你說 如果你上到深圳 或者二線的地方 因為一線深圳 現在就不可以按 但是呢 就是上海都不可以了 但是呢 其實不是的 你去一些 例如說寶山 就是說上海 你去到浦東遠一點的話 那些安起的 就是 但是這裏呢 就全部都是那些人 是很自律地 是不響的 另外說回油價 這裏的油價 真的便宜到你不深信的 那什麼呢 那 不信的 例如什麼呢 他來這裏呢 平均我這幾天 我見到有了大約3元一加卵 那就給你一點點數字 除了開 由加卵轉回升 再由美金轉回 就大約6.11公升 包了稅 包了成的 那 這裏當然是最差的 但是他所說最差的 其實一般是夠差的 就是一般來說 香港如果你拿開一些無緣 就是普通的無緣的話 就是這個價 那 他有緣的說是3.2 3.3左右 即是美金 而我計下去 就 如果6.1 剛才說6.1 這樣計 即是說 如果一百公里 你是說一公里是走 一公里是用了一升油的話 即是有6毫子的公里 那 再者就說 如果你的那輛車是來到這裏 那有可能是說 你如果你在開一輛hybrid的 或者運行車 或者不是說plug in 那這個hybrid的話 就大約是3毫子 至2毫子 一公里 講開hybrid 這裏是非常流行 而車種 絕對是多到你不相信的 還有賣車的價格是超便宜 還有這裏是不流行買斷的 很多人是喜歡leasing 借租車 那又怎樣呢 就是down payment 甚至乎 如果你買那個車是混能的話 加州政府是有補貼的 它不像香港的仆街 全家產政府那樣 就怎樣呢 Tesla 或者hybrid 那些 現在已經沒有補貼了 那我不知道 香港的全家產政府 是想做什麽 你是不是想真的 污染了你才開心 而這裏呢 加州政府 是會資助你的 還有對這些車 有很多優惠 包括什麽呢 除了 美國公路有一個最左邊那裏先 即最快那裏先 有一個叫carpool link carpool link是什麽呢 即是上班時間 或者某些指定時間 或者下班時間 只有一些特殊的車 才可以使用 例如什麽呢 兩個人以上 另外呢 包括Hybrid 電車 我們叫EV 其實電車 即是適合到 再生能源 分四種 可以說 加州我已經見到四種 一種就是Hybrid 即是在街上看到 Prius 那類的Hybrid 另外一種 就叫Plug-in Plug-in就是 譬如說你開了 入油之後 充電之後 其實可以走到大約30公里 即是大約50公里左右的路程 那你便算一算 你上班時候 即是按不夠 如果沒有油 沒有電話 就走回油的 那這個是幾個solution 另外一種呢 就叫做EV 純電車 即是Tesla那類 還有這裏不止一個牌子 很多品牌都有EV 另外一種呢 就比較獨步些 好像是Honda才有 暫時我見到的 就是那隻叫做 Hyselgen的 那些叫什麼 哎呀死了 忘記了了 輕... 輕汽車 即是入輕汽的 由輕汽將它轉為 這個電能 去做做什麼 那好處是什麼呢 那其實這裏的EV 即是電車 那跟香港碰到的問題一樣 就是充電 其實都不夠的 還有就是充電的地方 還有充電一次都要多久 那另外呢 就是說那個... 如果你說的是那個... 剛才我說的輕汽車 有個好處就是說 去入輕汽很快 不過有不好處就是說 沒有什麼輕汽站的 都暫時都還是少的 都還是少的 那所以這個就... 車種方面了 那車價呢 車價就是... 那又給你一個參考 因為我其實就剛剛到部 那... 變了我就不想買一些這麼漂亮的車 那... 還有呢... 這裏的人開車呢 其實是... 除了中國人和印度人之外呢 其實人家外國人開車是很低調很低調 有錢都不會買貴車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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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想買貴車 給你一點參考 那... 剛剛我買了一架車 就是... Ford的Fiesta Ford Fiesta 這是一些入門版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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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6萬多元 超便宜 新車給你記憶 福特 福特有一隻叫做野馬 Mustane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沒有看 那隻如果是3.6公升 說的是 2萬元美金 20萬元 已經出街了 是不是很恐怖呢 CORRORA買不到 另外一個大熱門 給你多一個講完 就是HONDA SEWIC 有美版 即他們叫SEDAN SEDAN版本 有美的 不是斬美的 如果是2.2千cc 昨天 它已經offer到我什麼呢 包了牌費 拋了稅 是2萬元美金出門口 即是16萬 基本版 當然是 如果再漂亮一點 可能會是 2萬5元 已經出街了 有天窗 被座 藍牙 Navigator 後鏡 電鏡 兩邊側鏡 有一個 Canberra 這樣 是不是很便宜呢 但是 這裏 另外一些東西 會貴的 有機會再跟他分享 就是稅了 還有一個 保險 吃住的那裏 今天我輕輕說一下 吃的那方面 如果你吃一些中型的東西 其實是比香港便宜的 昨晚才吃了一個餐 20元 兩個人 有主要的 有沙律 又有 Appetizer 這樣 是不包飲品的 其實20元美金 兩個人 飽飽了 其餘就說 茶餐廳 什麼都有的 越南野 這裏其實全部都有的 到唐人街 會有燒鵝 賣燒鴨 奶茶都喝了 所以其實 到那邊 根本就是 全部講完中文都可以的 還有廣東話 而且還要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 那 車大約 說不夠了 不說點滴了 因為快閃 不想說太久 Anyway 最後一個 想和第3點 跟大家分享 就是 在網上找到一個 Figure 挺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什麽呢 十大難請的公眾 第10位 第10位 就是 貨車司機 Truck Driver 他寫在 他大約 中位數 就是40k 這次我發覺 他的人工偏低 因為 其實 美國 中部 東部 和西部 其實那個人工 真的相差很遠很遠 例如說 有一些 至於貨車司機 可以收多少錢 我不知道 但是 其他工種 在這裏 我大約可以給你們一些 Figure 稍後會講到 職業 他這裏就告訴你 4萬元年薪 4萬元年薪 我就覺得有些 偏低 以現在的美國生活指數 4萬元 是不夠 理論上 是不夠生活 如果以他說難請人的話 工種 沒有可能收到這個價錢 OK 接下來第九位 第九位 Journal and Operation Manager 可能是一些 我們叫做營運 經理 可能 某些公司 他需要這些經理 這個大約 就是 10萬元年薪 大約就是 78萬元 78萬年薪 美國 說到10萬元年薪 這個數字 說一點大家的意見 在這裏的話 如果 你是一個 四人家庭 你得10萬元的話 在美國 已經算是一個 叫做 低收入家庭 你可以拿到 白卡的東西 那白卡做甚麼呢 其實白卡 就是讓你 做一些 生活保障的 你可以說 看醫生 不用錢 可能有很多優惠給你 OK 這裏都有廉竹 那廉竹是漂亮到你不相信的 Anyway 我們這區就 好第3位 Sorry 第7 第19 第8位 第8位 就是 數 Data Scientist 其實就是一些 數據的科學家 因為其實這裏的數據 尤其是這邊 尤其是 西岸這邊 尤其是我們灣區這邊 如果請這些人 是很值錢的 因為其實資料 拿回來之後 一堆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一定要有些專家 如何去分析這些 現在經常聽到 大數據分析 其實就是要這些人 去解讀 這些數字 的行為 究竟是甚麼呢 就是這班人 當然 還有其他人做事 第7位 就是 註冊護士 註冊護士 一直都要 人工要要要要要 要要要要 就是這裏其實 要人做事的事 是很值錢的 那是 六十 六萬八 六萬八美元 美金 一個月做 一年 sorry 一年 等一下 六萬八成 七八 是 大約是 五十三萬左右 平均一個月 四萬多元 補充回剛才那個數據的科學家 就是 十三萬年薪 我怎麽經常說我一百 因為我 所以 一百三十 K 都這樣寫 十三萬美金 即是一百多萬年薪 其實我告訴你 在彎區這裏 肯定肯定 不知道 說少少數字 我有個朋友 有個女兒 我也說了 畢業 我去年做節目 那時兩年 就說他已經是 不知是 說的是 十三萬 他一進入做的時候 就不知是 十三萬年薪 那跟著 就升到 就加到 十七萬年薪 那現在呢 剛剛 最近跟他聊天 他已經是升到 接近二十萬年薪的 那所以這裏的 programmer 或者做資料的人 是很值錢的 Software engineer 第六位 那第六位 那其實呢 這個數位 有些 我認為是虛報 十萬年薪 是不止的 就像剛才所說的 programmer 應該是十萬 因為他拉勻了 中部 或者東岸 東岸那邊 其實主要是做金融 所以可能對 請這些programmer 沒有那麼熱衷 我們有個笑話 就是說 如果在東岸 你想找一個 穿阿媽尼 拿一架 林姆堅尼 跟你會去喝 Cortel Party 那你去東岸 你找到這些 找男朋友 那邊 但是要找老公 麻煩你過來西岸 那很多穿一些 可能會穿一些Apple T-shirt 或者穿一些 開forum 送給你的T-shirt 那些 摘藍 就會在這裏 大概會和你玩手 去買菜 就是這邊的工程師 就會做到這兩件事 OK 第五 看看是否第五位 不數了 接著就 是不是 十九八 十九八七六 好 第五位 就是 醫療服務經理 九萬五元年薪 也是肯定不對的 那 給你一點想法 例如做一個藥劑師 這條大約是 七十五元美金 一個小時 那一天做八個小時 你就算了 我又要按 小宇宙 七十元美金 乘七八 那大約是 五百六四十六元 即是五百元一個小時 那如果你回八個小時的話 即是幾千元 那如果你乘不開的話 即是一個月 一個月可能會有八萬元左右 因為這裏其實現在 醫療那些是很注重的 健康啊 食品那些 這裏絕對有得做 but anyway 真的要你的產品就好了 OK 第四位 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is 即是說 一些保安系統保安 資料保安的分析員 他在這裏九萬元 那肯定不是 這個數字又是說回來 那這個平均 全美國的中位數來的 但也都是難請的 因為這類人是極少有的 好 跟著第三位 三頭三位 就是這個 Finance Advisor Financial Advisor 那就是一些金融 Advisor 即是顧問 但是這樣 你經常聽到香港的朋友 AIA 對一張卡片給你 一見到 咦 國衛保險 給你對過來 都是個說自己是金融 Advisor 或者 Consultant 那當然 這裏很多 不是很多 全部都是基本上要考 讀大學 可能讀Finance 這樣才可以做到的 9萬元年薪 也應該不相信的 好 第二位 這是我猜到的 就是物料治療師 物料治療師 8萬4元 因為這裏很多人 例如經常做事 脊椎 會有損 所以8萬4元 一般般 不過我也相信 應該不像這個數字 因爲 只是拉低了 好了 第一位 最低薪金的 2萬2元 美金 延伸 沒可能的 我也不太明白 但這個 很權威的 這個 Documentary Sorry 這個 Article 是很權威的一個機構 出來的 第一位是甚麼呢 就是家務助理 家務健康助理 例如說 兩位老人家 幫他出入 出入 其實一定不止 那這裏 我忘記了 就算你幫別人 照顧兒子也好 或者 幫別人 照顧狗也好 這裏都不像這個數字 下一次有數字 告訴大家 因爲我忘記了數字 這裏都不像 而這個是第一 最大的 那 那今天 的 剛剛有人 拍門 就是我九時吃飯了 今天第一集的快閃 一定到這裏 希望 遲些再跟大家 繼續 如果看到有甚麼特別的事的話 我就會跟大家 即時做個快閃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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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